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灵命日良 本节目是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与佳音电台联合制作 礼方主持 Consider sleepless moments to be opportunities to call out and cling to God What initially seemed to be an exhausting and thankless task became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me to be still reflect and find solace in the majesty of God's presence King David earnestly sought and thirsted for the presence of God in Psalm 63 even from his bed and through the watches of the night The psalm makes it clear David was troubled It's possible the words contained in it reflect his deep sadness over the rebellion of his son Absalom Yet the night became a time for David to find help and restoration in the shadow of God's wings in his power and presence Perhaps you're dealing with some crisis or difficulty in your life And the night watches have been anything but comforting Perhaps your own Absalom weighs heavy on your heart and soul Or other burdens of family, work, or finances plague your times of rest If so Consider these sleepless moments to be opportunities to call out and cling to God allowing his loving hand to uphold you Today's Our Daily Bread devotional scripture reading is from Psalm 63 verses 1-8 You God are my God Earnestly I seek you I thirst for you My whole being longs for you In a dry and parched land where there is no water I have seen you in the sanctuary And beheld your power and your glory Because your love is better than life My lips will glorify you I will praise you as long as I live And in your name I will lift up my hands I will be fully satisfied As with the richest of foods With singing lips my mouth will praise you On my bed I remember you I think of you through the watches of the night Because you are my help I sing in the shadow of your wings I cling to you Your right hand upholds me Let's pray Lord, life can be so difficult Sometimes burdens weigh on our hearts That keep us awake at night Help us to use those times of desperation And deep sadness to call out to you for help And cling to you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for us And that you are always listening for our cries Ready to uphold us in love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 我是李方 在今天的灵命日凉 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 63篇的一到八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夜更 夜更 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每年夏天都会到一个度假牧场工作 牧场坐落在克罗拉多州的美丽山间 我会与其他工作人员轮流在夜间巡逻 我们必须小心提防 我们必须小心提防 生灵火灾 以确保客人的安全 一开始 这似乎是一个精疲力尽 吃力不讨好的任务 但后来却成为我清静神的机会 让我能够来到大能的神面前 静默反思并得到安慰 大卫王也曾窃窃地寻求 可想窃目神 甚至在夜更的时候躺卧在床上 也如此思念神 这首诗清楚说明 大卫正面临困苦愁烦 诗中这些话语 可能也包含了他对儿子压杀龙叛变 所感到的悲伤 然而夜晚成为大卫 寻求神的时刻 他投靠在神翅膀的硬下 在神的大能与同在中 寻求帮助并重新得力 或许你正面临生活中的 一些危机或是困难 以致夜深人静时难以入眠 也许你生命中的压杀龙 让你的心灵沉重忧伤 又或许家庭工作或是财务问题 让你无法安歇 若是如此 不妨趁着这些辗转难眠的夜晚 去呼求倚靠神 让他慈爱的手扶持你 面对挑战整夜难眠的时候 神的应许如何让我们得到激励呢 在这些无眠之夜里 我们会如何的更清净神呢 神从不打盹 不睡觉 日夜与我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在旧约的诗篇六十三篇的一到八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夜更圣经说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 疲乏 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地瞻仰你 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 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硬下欢呼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我心紧地跟随你 诗篇六十三篇是一篇非常出名的诗篇 因为里面有许多的诗句 帮助了许多的人 这篇诗呢 是大卫已经做王的时候所写的 因为他逃避压沙龙的叛变 而逃到了犹大的旷野石所写的 可见大卫的心情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做父亲的被自己的儿子叛变了 还被逼啊 离开了自己的京城 但是从诗篇里我们看到 这个还不是他觉得最痛苦的事 因为大卫每天要做一件事 这件事情没有做 他全身就觉得不对劲 那就是他离开了神的殿 可见大卫每一天呢 到神的殿里去 瞻仰神 求问神 在神的前面 安静地亲近神 他觉得这是最喜乐 最值得做的事 那现在呢 现在离开了神的殿 就好像他离开了最爱的人 他就心有所失啊 尤其是心灵里面 就觉得那么的孤单 那若是大卫呢 这个人是以衣食住行为满足的话 他就不可能有这些感叹了 尤其是 现在给他难处的 是他亲生的儿子 是他所爱的压沙龙 这种痛苦只有做父亲的人 才能够体会 自己所爱的儿子 起来背叛你 咱们华人说逼宫啊 如果逼宫的是外人 那就和他面对面 就打一仗就行了 可是这是儿子 他心里也清楚地知道 压沙龙再厉害 也打不过他身边的大将 因为他身边的大将 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啊 我们可以从历代至 就看见大卫的勇士们 个个都是能打能杀的 而且对大卫 他们是至死忠心啊 所以大卫心里实在很苦 在这样的情况里 他更需要来到施恩宝座前 来清净神 可是约会在京城里 换了地点换了时间 他觉得很痛苦 因为这是他的习惯 这就好比我们今天 我们一早起来有祷告 有读经 有清净神 我们到了晚上 在睡觉以前 我们也会要清净神 感谢神 还有我们在净食吃饭的时候 也会感谢神 这是我们的习惯 如果有一天我们被逼得 无法这么做了 我们也会觉得很痛苦的 今天在新约 我们就可以立刻地低头敬拜神 或者是我们抬头敬拜神 因为在新约我们清楚地知道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 祂就住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随时可以仰望祂 随时都可以经历祂的同在 也随时都可以经历神 对我们祷告的回应 我们的神是看顾人的神 夏甲在旷野当中 学会了耶和华士 看顾人的神 摩西也是学会了 在旷野 祂看见了神 而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呢 祂在旷野四十天禁食 后又胜过了撒旦 于是祂经历了天使来伺候祂 在旷野中 虽然有魔鬼的试探 虽然有可怕的野兽 但是呢 在神的带领之下 凡是爱神的人 一定会得到益处 我们的主耶稣得到益处 摩西得到益处 夏甲得到益处 就是使徒保罗 也有三年的时间 他去到了阿拉伯的旷野 在那里安静 读经 祷告 亲近神 这是他在加拉太书 第一章的十七节 告诉我们的 他在阿拉伯的旷野这三年 一定是把旧约的圣经 在新约的光照 圣灵的光照里 重新地研读 重新地认识 所以凡是爱神的人 走到哪里 在神的带领之下 都会得到极大的益处 大未经历的旷野 不是犯罪的旷野 乃是神的管教 是一个训练的旷野 所以我们基督徒 进入到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旷野 我们也不要觉得奇怪 就像使徒彼得 他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二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 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就像大卫说 我是在干旱 疲乏 无水之地 他说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在这样的环境里 大卫并没有像约伯 在苦难中寻求神 想要问神 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大卫对自己的环境 不需要解释 他所要的就是要朝见神 他整个的身体心灵 所可想的就是 神啊 你在这里吗 只要是你在这里 就是有苦难 就是在旷野 我也心满意足 在大卫的经历里 他经历了许多 在旷野里 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就抬头望天 他看见了天 他就赞美神 他说诸天树说 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 他的手段 弟兄姐妹 人在如此绝望的时候 如此痛苦的时候 只有仰望神 才能够使他 从心中发出赞美 才能够使他 从口里 唱出赞美声的诗歌 我们有经历过 干旱 疲乏 无水的时候吗 有这个经历并不错 我们的主耶稣 像撒玛利亚的妇人 用最聪明的方式 将他心中的干壳 显露出来 为了就是要将自己 为活水的源头 向他显现 所以今天我们若是有 干旱疲乏的感觉 我们要感谢神 因为神是我们 活水的源头 神要向我们显现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孤单 苦旱的世界路程里 每天来朝见我们的神 因为每天朝见神 乃是解决我们心灵 饥渴的良方 大卫说 我在圣所中 曾经如此的瞻仰你 我要借你的能力 和你的荣耀 大卫现在是狼狈不堪 他逃出了自己作王的京都 但是他还是以神的能力 以神的荣耀 为他自己的安慰 环境是糟糕的 他不看环境 他只注目神 今天我们也要学习 这样的功课 因为只要仰望神 我们就看见 神的眼中是有指望的 旷野虽然不是人们 安居乐业的地方 但是神却喜欢在旷野 向爱他的人显现 像摩西亚 以利亚 保罗 还有主耶稣自己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有的时候神带领我们 离开繁华的都市 离开人群 没有人愿意理睬我们 那很好啊 神就来遇见我们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可怕的环境 变成了圣所 所以保罗在那三年的 阿拉伯的旷野里 他就学习了神 那深奥的启示 所以环境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忘记神 我们肉身的生命 是何等的短暂呢 摩西说是一生叹息 他可是活了一百二十岁的人呢 但是他的感觉是 像一生叹息 但是他这一生 之所以过得如此的精彩 是因为他认识到 我们的神是我们 世世代代的居所 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哪里 我们的神是我们 永远的家 祂是我们的居所 我们每天所要品尝的是 神的慈爱 大卫说神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送赞你 其实人还有什么 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我们人常常为了 自己的一条命 一切的荣华富贵 都能牺牲 但是爱神的人 却得了比生命 更宝贵的一位 那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蒙神的慈爱 比生命真是更好 而且我们基督徒 为了我们的主 我们愿意失丧生命 就是肉体的生命 就是使肉体舒适的生命 我们不像那个少年的官 那么笨 他在永生和今生之间 他只选择了今生 他放弃了永生 但是我们有神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蒙恩得救了 基督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生命 圣灵 还要天天地带领我们 更新我们 让我们认识 什么是最宝贵的 什么是永远的灵生命 当我们尝到了主爱的滋味 谁不会歌唱呢 就像在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的作者 在十三章的十五节 他提醒我们说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 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 嘴唇的果子 我们看当我们 灵生命的生活 最长进的时候 我们口中的赞美就最多 这个赞美的祭 是神所喜欢的 因为可以叫神得荣耀 大卫说 耶格华神 是以以色列的赞美 为宝座 所以我们 活着的时候 要像大卫一样的说 我要称颂你 我要奉你的名 向你举手 这个举手是犹太人 祷告的态度 也是旧约的祭司 为众人祝福的仪式 我们要纪念神 大卫说 他在床上的时候纪念 在夜更的时候思想 他是思想神 他不是思想他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晚上 不可以多想的 想来想去 也不能够解决 反而会使人失眠 所以我们在床上的时候 要思想我们的神 要纪念神 他有最美妙的方式 我们要纪念神的恩惠 就像神以前 如何地带领我们 经过了一战 又一战的难处 我们不都是 经过了神的恩典 让我们关关难过 关关都过了吗 所以生命成熟的人 他不会因为 有这些难题 而吓得睡不着 他反而会因为 有这些难题 他带到神的面前 他要紧紧地跟随 他不只是会尝到 主慈爱的恩典滋味 他更会经历神 右手的扶持 弟兄姐妹 当我们的心 与神的心在一起 贴近神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心智 都会一起地唱诗 来感谢神 感谢神不改变的 慈爱怜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众朋友 让我们同心地 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 我们在天上的 阿爸天父 爱我们的救主 主啊 感谢你 成为我们的倚靠 感谢你 愿意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面临 困苦仇烦 当我们 无处倚靠的时候 主啊 谢谢你的翅膀 你说你翅膀的硬下 是我们可以投靠的地方 你也会帮助我们 重新得力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你爱我们 主啊 当我们面临生活中的 危机 困难 无论是家庭的问题 自己心灵的沉重 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财物 主啊 求你怜悯 求你帮助 在收音机旁边 听你话语的弟兄姐妹 他们向你呼求 主啊 你就会成为他们的倚靠 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美名 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 已经到了 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 因为我们要倚靠他 凡事都有主的扶持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好 明天空中再会了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silver or gold I'd rather be his Than have riches untold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houses of lands I'd rather be led By his nail pierced hands And to be the king And to be the king Of a vast domain Or be held in sins Drenched sway I'd rather have Jesus And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men's applause Than men's applause I'd rather be faithful Than men's applause To his dear cause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worldwide fail I'd rather be tru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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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d rather have Jesus and let him lead Than to be a king of a vast domain Or be held in sin's dread sw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I'd rather have Jes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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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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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